由于一艘巨型货轮在苏伊士运河搁浅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奥萨玛拉比宣布 从3月25号起临时暂停船只在运河中的通行 直到搁浅的货轮完成拖浅 有巨员公司人士表示 不排除巨员可能需要花几周时间 据了解这是有史以来 在苏伊士运河搁浅的最大型船只